那現在練習拼甩弓的人非常的多 那舉幾個例子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的前任副總統蕭萬長蕭先生呢 自從練了拼甩弓之後 他現在的身心狀況非常的好 雖然現在卸任呢 可是也是馬不停蹄的在全世界 為我們國家的福利而奔走 副總統說 拼甩弓給他最大的好處就是 體力完全恢復了 只有我們共同一百萬人 再來呢跟師兄師姐們分享 就是我們的交通部長毛治國 毛先生 在任內呢是公務非常的繁忙 每天都要把辦公的文件帶到家裡面去 忙到非常的晚 可是我們毛治國 毛先生呢 在我們前師姐的帶領之下 每天都練習平甩弓 所以我們毛治國 毛部長 每天的精神體力都非常的好 我們的影視巨星 張愛家 張師姐 在影聚圈呢 其實壓力是非常的大 自從我們的張愛家 張師姐 練習的平甩弓之後 每天幾次短短的十分鐘 為他所帶來的放鬆身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練甩手弓 第一個步驟 雙腳平行與肩同寬 全身放鬆 呼吸自然 眼睛輕輕的閉起來 我們把手慢慢的舉起來 雙手平行跟肩膀一樣高 平甩弓預備 開始走 一 二 三 四 五 練習平甩弓最重要的就是要放輕鬆 我們隨時掌握一個原則就是 手不要用力的晃動 前面的部分跟肩膀一樣高 後面的部分角度呢 就順著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手的狀況 也不要刻意的用力 我們這個平甩弓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就是不需要很大的一個空間 我們講方寸之地就可以 第二個呢 不需要用力 所以不管是男女老幼 或者是說身體有不舒服的師兄師姐們 都可以站著練習 對身體的幫助是非常大 這是它最大的一個好處